欢迎回到一年又一年的现场 刚才说我们马上有一位新的嘉宾来到演播室 是谁呢 然后忘了您说卖个关子 这个悬念必须要做得特别大 因为其实这一次对于这位嘉宾来说 上春晚意义非凡 因为跟他搭档演出的这位前辈 在之前接受我们媒体采访的时候 也把他作为自己这个艺术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所以应该说上春晚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 今年都很特殊 答案揭晓了 答案揭晓了 是谁呢 欢迎张杰 欢迎张杰 主持人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好 我是张杰 欢迎张杰 你比我想象当中还要瘦 谢谢 主要在健身 张杰刚跟妈咪在春晚舞台上合唱了一首歌叫《满城烟花》 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这应该也是你第一次看现场的演唱 第一次 太帅了 太帅了 太炫了 来将世界请问 却落我上 王姐的大将之风啊 金银河梅雨伤了 灯火满车 她说她在家练了好多遍 我也是 我们练了好多遍 主要因为我好听 所以说练了好多遍也很舒服 也很难唱 太难唱了 我自己在家里 其实那个 你也练了好多遍 对练了好多遍 然后还是没这么协会 如果阿姨阿姨不信 你就没事 不是 我跟毛姐打个电话 说毛姐你看 能不能练也让我跟你演出一个 她说明年 狂奔 有些怀念 只在此时 此凡的年红 好可敬 伴长年红 展望今宵芳芳芳 万的雪花 等候青春梦芳 排阔天空 我们在一同 长大 古天下 古天下 音响 真的是绚丽的舞台效果 张杰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个屏幕效果吗 对 我第一次看到 因为后面的这个无人机 其实它是整个程序的设定 然后特别的 这个环拍是无人机拍的 对 然后它后面不是升起来的 那个一个一个 它都是有程序设定的 它只能一会变成像是 这个烟花一样 往外扩散 有些时候 像是像这样 一个像DNA的一个 一个 怎么讲 像年红 它有很多的寓意 然后后面我们唱的副歌的时候 还有那个烟花 跟着我们唱的那个 满城烟花的时候 就一起这样 跟我们的声音同步 我觉得会没得漂亮 这个组合挺出人意表的 当初怎么会选中 你跟毛阿敏来组合 唱这首歌吗 我是应该是两个月前 然后收到了通知 然后发给我一个音乐的小样 然后我也是说 希望我就是音乐小样 我可以跟毛阿敏老师一起合作 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 也很兴奋 然后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我妈 我说妈你知道我跟 我可能跟谁合唱吗 她说你跟谁啊 我说我是跟毛阿敏老师 他就说四川话 啥子嘞 该快去唱 赶快去唱的意思 妈妈是他的歌迷吗 是是我们全家都是 然后都一直在听着 这个毛阿敏老师的歌 然后呢我在后台 见到毛姐的时候 我还是很紧张的 但是呢他非常的亲切 也很也很 他性格很很舒服 很让人之间没有距离 特别直帅的音乐 然后也是特别在夸奖我 然后我也觉得 一下我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也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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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利 然后因为我们对这个歌的喜爱 都非常喜爱 第二个这个歌表达的家的温暖 还有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大家一家人的这种感恩感动 我觉得在舞台上面 我们有相同的频率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把这首 就小爱的歌唱大了 其实我之前做了一点功课 《满城烟花》应该是一对 吃男乐女唱的歌 我对不起我的文艺兴又跳跃出来了 没有谦虚讲的没关系 就他其实是一个男女深情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我也之前那个 因为采访过毛姐 毛姐就说她的年龄 可以当你的妈妈了 对 我问过她怎么样来处理 这种应该是男女深情的对唱 而在你们之间产生共鸣 跟她合作的过程当中 去寻找感觉困难吗 我觉得我们能 我能从这个歌里面 听到一些传承的意义 我觉得这种 无论是音乐的传承也好 还是这个就是 因为一个家嘛 大家需要就是 我自己呢 其实有自己的小的家 然后呢像这次春晚 我也虽然没有在家里 跟大家一起过年 但是我觉得用我的歌声 可以跟这个大家 可以给大家唱歌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是作为歌手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这个歌曲从技巧上来讲的话 还是挺难唱 非常难唱 对我来讲前面有点低 有点低 我没有用过那样的一个 偏中音中低音区的一个 方式来演绎 然后呢 我又多加了很多的气声 让整个的推动感 磨砂的感觉更强烈一些 刚才说到家了 我们的导播特别上了一张图片 这应该是你 同奶奶 一张微博的照片啊 它是我在小年夜的时候 我在录制之前呢 小年夜录制之前 我去到了一位我的歌迷的家里 她已经是支持我十多年的 一位奶奶星 我的歌迷叫星星嘛 她呢就是年龄是84岁今年 然后过生日的时候 我也打电话跟她唱了生日的歌 然后那天呢 我突然到她家里去 她很开心 然后给她做了 就是给她冲了一些茶水啊 然后跟她聊聊天 她听听她喜欢的一些歌曲 然后她也说一说 这些年来 她对我的一些支持和喜爱 所以我觉得就跟歌迷在一起 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感觉是一样的 今天晚上她肯定盼着 在等你出场呢 她一定的 她很喜欢 她很喜欢我的一些励志的歌曲 然后高唱的一些歌曲 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满城烟花 我觉得一定让她很感动 谈谈新的一年有什么计划 新的一年我希望自己的 我想的世界巡演 然后会开到更多的城市 更多的国家 现在我所知道的 应该美国 澳大利亚 还有英国 都会有很多的场地 在这个预定当中 然后我也希望 在国内呢 更多的歌迷朋友 能够看到我的演唱会 所以这是我2017年的目标 那我们就预祝你成功 然后最后呢 请你给我们观众朋友 签一个名字 这是观众朋友将来 有可能抽到的小礼物 现在会有很多网友 参与我们的节目 他们在看 那你会给仙大人打电话吗 打了吗 打了 说的什么 这是我们要说的重点 说的什么 说的 哎呀 我们可以赶快回家过年了 对 就吃完了以后 怎么安排呢 怎么过年呢 应该就陪着家人 给他们做做 我的拿手菜 什么呀 红烧豆瓣鱼啊 红烧豆瓣鱼 因为这是我从家人那里学的 家乡菜是吧 对 四川家乡菜 谢谢张杰 不愿谢 赶快回去 多做几份 给自己的爹娘啊 亲戚朋友 都尝一尝 好 谢谢你 谢谢张杰 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人 纪念吉祥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 发明今年吉祥会成功 谢谢 谢谢 祝福平安啊 嗯 好